我听说有人专门写了一段Rap 吐槽你 谁 是谁 是谁啊 教练们 对不起了 因为我最开始只吐槽了毛教练 然后后来呢 我就吐槽 感觉就是大家内容特别丰富 越写越多 然后我就越写越多 灵感来了 是不是灵感还来了 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 然后我就把每一位教练 我还要对着我们跳 加油 给你撑腰 手机三连套 好像给他们报复的时间 像被批评的三个宝宝 我们的陆教练反射虎有半米 黄教练接不下去的话 他总会换你 暖心的陆教练十分的感性 但是有的梗 真的接得满硬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再也不接梗了 等一下 所以每次总结 还得交给倩姐 成熟女艺人都有独特的见解 接下来 有个人他特别喜欢吐槽 但吐槽大会 他一定是被吐槽的主角 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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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压艺 为了压艺 是因为软尔虎就一定要念这种脚 就是对 老师对不起 他不仅幼稚 还特别能耍帅 迷人的卖力中 他还总看自己很可爱 我们的黄教练就是这么出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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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着我好爽 毛教练 我来了 加油 手机 抓个遍 毛教练啊 他真的不易 每次营业都是个奇迹 他从不秃头就算天天熬夜 夕自如今直到缘起缘灭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胖起来 来了 胖起来 胖起来 他站得笔直 双手合十 他在找动作 等一下 这是个韵脚 他站得笔直 双手合十 像在祷告 也像个婚礼主持 这一句 你又忘了 第一次回家 最后一句 各位教练 写rapp可以找我 如果不找我 你的屋顶就会着火 我吐槽完了 厉害 厉害 周欣 周欣 绝了 周欣 周欣 绝了 你这太低调了 周欣 咱们学员的任务 还是不够重 我觉得现在 这些创作才华 用在这个上 还是 所以还是不够多 为什么不用在舞台上呢 我们舞台上的表演 还是很精彩的 对吧 毛江连 你也这么说过 是 当场打脸 你得怼回去 你不要让我已经输了 你不能再输了 你也来个 freestyle dispack回去 更丢脸 我还不要 我觉得挺好 我觉得都挺好 挺好 挺好